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月爱用品真的都是超级超级喜欢的东西 然后想马上就给你们分享 然后每个月录爱用品的时候都是在总结嘛 就是想说哇如果有好用的话就想赶快给你们分享 然后现在终于月底了 然后赶紧来录我的七月爱用品 七月爱用品东西超级超级多 所以说现在不多说废话 我们赶紧进入今天主题吧 首先呢我想给你们分享的呢 是一只包是Tidy Blake 这个牌子的包包就是Tidy Blake 他们家是一个纽约的品牌 然后这个是厂商寄给我的包包 就是我用了这一个月以来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包 他们的包包算是一个青色的包包 大概都是300美金左右吧 两三百美金 然后有的是500美金左右 然后他们家的包包是意大利的手工制造 所以说质量特别特别好 当我收到这只包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surprise 因为我觉得就是比网站上看的图片的质量要好很多 就是我很喜欢这只包 然后呢这只包打折下来应该是200多美金 所以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然后他们家主要都是意大利纯手工制造嘛 我就觉得用的非常的 就是精致的感觉 你懂吧 超级喜欢的包 我也拿它拍过照 然后会把照片post在这边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们最近也喜欢买水桶包呢 可以去他们家网站看一看 同样的它有两款 就是有不同颜色还有蓝色 然后我选的呢是几皮的 然后黑色这一款 因为我觉得亮皮那种 然后它里面是红色的嘛 那个有点就是特别多人有嘛 我就觉得不是很独一无二 所以呢我选的是这一只 九皮 九皮 所以我选的是这一只几皮的这个包 我觉得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包吧 所以我很喜欢这只包 如果你们最近想买包包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他们website看一下 真的很喜欢这个包包 然后我记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给了我一个discountcode 我到时候要去doublecheck一下 然后我会把我的discountcode放到下面 如果他们给我的话 然后你们就这样会更划算嘛 如果没有给我的话 那就没办法 我记得他们给了我一个discountcod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说到时候 如果你们可以check一下下面的info box 如果有就是你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然后用我的discountcode买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划算 如果没有的话就非常抱歉 不过他们的包一般都是会打折的 比如说五百块钱的包 它会打到三百 然后三百块钱的包 它会打到两百 所以说我觉得不错 然后这只包超级喜欢 我之前在我的vlog里面也有分享过 好 这只包说完以后呢 还有一只小包 我也超级超级喜欢 是我的八月 哦七月 是我的七月爱用品 啊这只小包 MK这只小包 我是在奥特莱斯买的 就多伦多这个奥特莱斯买的 当时呢 就是在想 就想买一只白色的包包 然后一进到MK 看到这一只包 我就爱上了 而且这只包 它的食物比相机里还要小哦 然后它很能装 但是它很小 因为我很喜欢小包嘛 还给它配了一个 它的好朋友 配了一个球 然后这只包巨便宜 大家如果看了我的爱用品 然后也爱上了这只包 赶紧去多伦多奥特莱斯买 这只包才八十多刀 加了税以后九十多刀 是不是非常非常划算 这只包 我觉得真的是夏天的一个 非常好看的一个单品 拿它拍照啊 日常背啊 都非常非常的可爱 因为它小小一只嘛 MK的包其实都挺重的 然后这只包算是很轻的包了 喜欢用的两只包 都跟你们分享完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七月份超级超级喜欢的彩妆了 我怎么觉得我越露越暗闹的脸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好 七月份爱用的彩妆呢 第一个呢 这个底妆是自从买了它以后 七月份天天都在用 哇 我太喜欢了 就是Lapare他们家这一款 这个气垫 鱼子江气垫 这个气垫红了很久嘛 我刚刚买 就是七月份刚买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用 Lamay那个气垫 我觉得已经很好用了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只气垫 然后我发现它了以后 Lapare嘛 我就想试一试Lapare 我说哇 真的很好用啊 我想其实我买这 为什么要买这只气垫 其实是我想试一下Lapare这个品牌 因为大家就是它很贵嘛 然后网上都说它好用啊什么 所以我就想说 从他们家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气垫 开始入企 然后体验一下他们品牌 然后这一次我的体验感非常好 我今天的妆容就是用Lapare这个气垫化的 我来形容一下它的妆容 就是我刚刚在买到这个气垫的时候 我不太知道怎么形容它 我就一直在说好用好用 因为我形容词也比较少嘛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 就是我现在可以完全来形容它 就总结它的优点 就是显得你的妆面特别特别的干净 这就是我喜欢它的一个理由 我喜欢的底妆一定要把我的妆面 弄得很干净 然后它是让我的妆面很干净 很雾面 然后它气垫真的是坚持很久很久 这支气垫 我觉得一天戴妆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它算是气垫里面最不容易斑驳 然后戴妆时间最久 然后制裁能力最强的一款 然后肉像是也很舒服 油皮 我觉得油皮干皮都可以试 然后有的宝宝会说 它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太暗 但我觉得OK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偏白一点的底妆的 它这个我买的是最白色 我看看是几号啊 应该是黄衣白的这个颜色 对 这个黄衣白是10号这个颜色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黄在我的皮肤上 但是我告诉你们怎么办呢 就是你用完它以后 你拿一个比较白的那种粉柄 然后去定妆 就会让你的脸稍微提亮一点 然后这个妆感呢 它也不会让你就是特别黑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 好 现在上手给你们试一下 然后他们家这个设计我也很喜欢嘛 就是这样的比较干净比较卫生 然后我觉得物有所值吧 我还蛮喜欢的 哇我挤多了 我刚刚为了给你们试 我就毛的挤就挤特别特别多 哇有点心疼耶 不要紧 但是为了你们 好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挤多的话效果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效果吧 这支我真的太喜欢了 然后我一直在找时间 想给你们录一个实测 这支我真的真的太喜欢了 给你们看一看 这支手上的效果 给你们做个对比 就觉得这一支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支是擦了 然后这边是没擦 你们可以看看效果 有可能在手上 或者在相机面前 效果并不是很大 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效果 然后在脸上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干净 显得你这个人 就是底妆非常的干净 你是一个干净的人 好就这样解释 就这个我真的超级喜欢 然后给你们说两支primer 就是一个是 Sofina他们家的primer 是我的万年 就是最爱夏天 只要夏天来了呢 我就会拿这支primer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 涂了它以后嘛 你的妆感就是可以持妆很久很久 也不会很斑驳 其实它涂了它以后 还是鼻子这边 还是该怎么斑驳怎么斑驳啊 但是我觉得脸颊两边 不会怎么斑驳 所以这一支 我还是蛮喜欢在夏天使用的 油皮应该算是油皮亲妈了 我们干皮呢 就是说它会让你的妆 不那么斑驳 所以这支Sofina 也是我夏天的必备的一个单品之一 好接下来呢 一个primer呢 是我刚刚买的一个primer 我也很喜欢用 就买了一个那个Forset Beauty 他们家一百周年吧 哦十周年 一百一周年 应该是十周年的一个小限量版 然后我买了这个primer 就在里面买了一个面霜 然后买了一个眼膜 然后还有一个primer 这个primer超级喜欢 这个primer好像以前 艾玛推荐过吧 我还蛮喜欢的 它是coconut的味道 然后这支primer 我今天也有上它 我觉得它上完以后 我的皮肤特别的雾面 所以说这就是我喜欢它的一点 然后它这一支 小小的一支 我也觉得不错 然后呢我会把 如果这个视频上来 然后他们这个Sforer上面 还有卖的话 我会把link放下面 你可以去找一找 因为它送了一个 特别好看的化妆包 我觉得非常值 好像就是三样产品 才三十多刀 然后加一个化妆包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我会把link放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primer我也很喜欢 好接下来呢 是一支防晒 这个防晒呢 是上次去做美容的时候 那个美容店的老板 送我的一支防晒 他说让我试用一下 然后这个防晒呢 是法国的一个品牌 我会把牌子打下面 这款防晒 也是我最近好喜欢 好喜欢用的防晒 因为我觉得这个防晒 它跟我讲的是 法国的一个品牌嘛 就非常的安心 我当时在那个小红书上 也查了一查 就是法国的美容院品牌 但是这个品牌呢 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就用下去比较安心 所以这个防晒 我也是我的八月 七月 我一直说八月 七月的最爱 然后呢 我给你们看一看 它摇是没有那种 土改叶的声音 但是你用钱 还是要摇一摇 然后呢 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上面说的是 儿童啊 老人啊 年轻人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 都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用上去比较安心 然后这个防晒 我真的很喜欢 那一点就是 它没有很大的润色效果 我以前有跟你们讲过 我很讨厌那种 有非常非常假面感的防晒 然后这支防晒 其实就像面霜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颜色 所以这支防晒 我真的超级喜欢 然后它的防晒值也很高 是50的防晒 然后用上去的使用感 也特别特别舒服 然后呢 我会把你怎么购买的 放到下面link 同样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们想买防晒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 用一下这一支 我觉得挺好用的 好 接下来呢 给你们说一个上妆工具 是Special Choco 他们家给我的一个 这个上妆工具 Beauty Blender 我超级超级喜欢 这个海绵蛋 这个海绵蛋 我的妈也 Ride or Die 好不好 就太喜欢了 Special Choco 之前送了我 很多很多刷子嘛 我很喜欢 好 这个东西呢 是我不要脸的 找他们要的 因为我太喜欢 他们家刷子了 当时直播的时候 也抽奖送你们刷子嘛 如果你们收到 这个刷子的话 你们也应该会觉得 很好用嘛 有宝宝给我feedback 说是很好用的 然后呢 我就不要脸的 去找他们要了 这个Beauty Blender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家刷子 太好用了 能不能 我最近想要一下海绵 能不能给我一点海绵 然后他们就说 可以呀 他们就一次寄了 我好多好多海绵 然后真的太感谢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主动找厂商 要东西 就是真的是 但是这个牌子的东西 我太喜欢了 然后呢 我非常推荐 这个Beauty Blender给你们 我觉得上妆 哇塞 服贴爆了 我觉得比Sephora 卖的那个Beauty Blender 要好用很多很多倍 然后他们家的Beauty Blender 如果是干干净净的 其实是那种粉红色 然后带点白色的 这种 这种怎么讲的 这种晕染的一个感觉 特别漂亮 它如果是一个 新的Beauty Blender 然后这个Beauty Blender 它带一个小盒子 这个盒子的质量 也特别好 你就直接用完 就把它装里面 我觉得还不错 还有一点呢 就是主要它的优点啊 就是上妆非常的服贴 好 我还要说一下 我是怎么使用的 我呢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会把它用那个水 浸很湿很湿 然后把它扭干 然后上妆 然后呢 再过以后呢 我就会直接用这个 Beauty Blender去上了 我就不会再进水了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进水的话 没有它这样的好用 所以说呢 我就直接 像我现在每次 因为我已经浸过一次水了嘛 所以我现在直接 每次就这样上妆 上出来的妆超级好看 超级超级服贴 所以说呢 这一支Beauty Blender 应该不叫Beauty Blender 就是叫海绵蛋 对 这一支海绵蛋 是我的Red Old Eye 我太喜欢了 好 以后我不要脸的 再去找厂商 要他们家这个Beauty Blender了 我要自己 去网站上购买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刚刚又说Beauty Blender 嗯 海绵蛋 海绵蛋 对 我以后如果用完了的话 我会自己去 他们家那个 website去买一下 同样的 他们家website 我也是用我的折扣码 我会放下面 然后可以打折的 如果宝宝们缺 那个荒张海绵的话 可以去想一想这个 就可以去买一买这个 大家不要说 我的推广太多啊 是因为这些东西 是真的常常寄给我 然后我有个 特别特别好用的 才分享给你们 有的常常寄给我东西 我不太好用的 我也不会在视频里面说 然后不太好用的品牌 我也不会借 所以说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然后我也是保持着 一个真诚的心 就是是推广 就是推广 然后我不会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 是别人寄给我的 然后我说是自己买的 我不会这样说 所以请大家放心 然后也就是 你们自己看的觉得喜欢 然后去购买 然后不喜欢就不要买 嗯好 眼影们 眼影们七月份 也超级超级喜欢 有三盘眼影 再来说最fancy的一盘 就这个 有没有很闪你们的眼睛 就这一款 Huda Beauty 他们家的一个盘 这盘是看爱马图 然后我买的 哇塞 我太喜欢了 当时看到视频的时候 我就种草了 其实当时 就是他没有出 这支视频的时候 我自己有在店里面 去看这一盘 但是我觉得这一盘 Neon的颜色 我能用吗 我就没有买 然后看了爱马图了以后 简直就是仙女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我跟我朋友说 我说我买了一盘 眼影盘 然后我给他看一看 我说这一盘 就是爱马也有用 然后他图的特别好看 我朋友就跟我说 人家爱马图的好看 你不一定图的好看呀 我说 要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说我还是买了这一盘 哇塞 物有所知 然后买到就是赚到啊 真的超级喜欢这一盘 今天的眼睛 也是图的这一盘 但是今天图的有点急 就是没有上那个 blingbling的颜色 我现在准备在镜头面前 上一下这个blingbling的颜色 给你们看 还有就这一盘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还有就是这一盘太美了 就是这个形容词 就是太美了 我太喜欢了 如果你们出去旅游啊 或者去海边度假啊 这一盘绝了 你就是觉得是海滩里面的 最漂亮 就是秒杀那一排海滩的人 真的太好看了这一盘 出去拍照绝了 然后出去玩用绝了 给你们看看今天眼睛 就是画的很简单 然后晕染的也很简单 我就是拿爱马推荐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画的上面 然后紫色画一点点下面 然后还有一点点 这个blingbling的颜色 这两个blingbling的颜色 都超级好看 就完成了这一盘 大家不要怕 如果喜欢出去玩的宝宝 喜欢拍照片的宝宝 不要怕 就去买这一盘 一点都不雷 然后一点都不浮夸 就一点都不浮夸 还是很漂亮的妆容 如果你的肤色比较白的话 那这一盘你觉得得买 就这一盘会显得 你的肤色更亮 然后更提亮 所以这一盘 嗯嗯爱死了 现在看到自己 就觉得自己还蛮好看的 不要脸的 就这一盘真的涂了以后 真的蛮美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好接下来呢 这个月还有一盘 非常喜欢用的眼影呢 是Tom4他们家这个 就是断货王 23号 哦26号 对26号 就这个日落盘 然后被我抢到了 一般我新买的Tom4 我都舍不得丢这个盒子 所以我都把它keep到 这个盒子里面 其实我是有用过的 然后给你们打开 分享一下这个26盘 哇太喜欢了 我当时一口气买了三盘 就是送给闺蜜 就两个特别好的闺蜜 然后就一口气买了三盘 哇 就是抢到啊 我觉得这些太开心了 我觉得太好看了 然后呢 它长这个样子 真的很好看 这一盘 这一盘也比较适合度假 然后这个 bling bling的颜色 也特别好看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bling bling颜色 也特别好看 是这种金色的 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它这个黄色 就这个主打的 这个黄色 也非常的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 它并不是就是说 很难看呀 或者不适合我们亚洲人 或者显黑呀 我觉得不会 是一个很高级的感觉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红色 我觉得也很好看 然后这一盘 我觉得好温柔涂上去 然后粉质特别好 我觉得新款的 他们服的这些颜色 就是这些粉质 都比以前 他们旧款做的好 其实以前旧款 是有一点点飞粉的 但是看新款的这个质量 一点都不飞粉 就怎么抖 都不怎么飞粉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 还是不错的 然后很推荐 大家去Sephora上面 如果你最近也喜欢买眼影 然后如果你最近也想买眼影 然后你最近也就是 在愁买什么眼影的话 我觉得TOM4这一盘 26号色 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真的很好看 然后也很适合 春天 夏天 然后秋天使用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一盘 好 接下来呢 最后一盘 这个月比较喜欢用的眼影呢 是Shelotubry 他们家这一盘 就是老生长盘的这一盘 Pillotalk这一盘 这盘我也好喜欢 我平常上班的时候 就会涂这一盘 我觉得这一盘比较日常嘛 就很好看 很温柔的一个颜色 也给你们试下色 哎呦 我现在越做越低 就越做越放飞自我了 我要好好坐着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录的 好放飞自我呀 好吧 就这样吧 然后给你们看一看 这一盘的效果啊 然后这一盘 这个bling bling的颜色 也超级超级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 哇好美呀 嗯 给你们看一下 有可能试色 有点简单粗暴啊 这个呢是他们家这个非常温柔的 这个粉色 可以大面积的晕染 这个眼窝 然后这个是bling bling的颜色 也特别好看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比较深的 可以做眼线色 或者是这个画一下下眼瞼的 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不错 这我都超级喜欢 就是这一次啊 这个月推荐的三盘眼影 都是我的最爱 就是最近的最爱 太喜欢了 好 如果这三盘硬要推荐一盘的话 我来推荐一下 如果这三盘硬要你们只买一盘的话 我推荐这盘的 Huda Beauty他们家这盘 这盘太好看了 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因为毕竟夏天就那么几天嘛 赶紧在夏天的时候买一盘它 然后让自己美美的出去拍照 然后出去过夏天 出去喝酒 出去逛街 出去巴拉巴拉巴拉 干所有的事情 就这一盘了 我觉得太美丽了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一盘的效果 绝了 这一盘宝宝们绝了 我喜欢它 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我想做一个事情 就是抽奖送它 好 突然来了一个抽奖 本来这个视频没有就是说要抽奖 但是我太喜欢这一盘了 然后我又是个非常喜欢 把喜欢的东西分享给所有周围 我喜欢的人 所以说这一盘 我来做个抽奖 好不好 如果你喜欢这一盘呢 comment below 然后关注我的instagram 微博 youtube 就ok了 然后我会抽两个宝宝送这一盘 好吗 好 这个抽奖就是说来就来的一个抽奖 就是comment below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盘 想要这一盘的话 就可以说说你最近的心情呀 或怎么样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然后我会抽两个宝宝送这一盘 真的太喜欢了 然后一定要关注我的youtube 微博 还有instagram 才能参加这个抽奖啊 然后给这个视频一个like 好吗 好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没有想着要抽奖耶 但是太好用了 所以说想录个抽奖 想弄一个抽奖 好 这个是Mac他们家的这个blingbling东西 这个东西我也是放在小盒子里面 因为我想把它完美的 完整的保存好 这个东西也是我 就是出去拍照的时候 或者录视频的时候 会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星星 也是Ima推荐的嘛 就是可以点两个在这里 就显得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小仙女的感觉 然后呢 它是需要用那个胶水去沾的 平常呢 我就会用这个睫毛 就是沾睫毛的这个胶水 对 去沾它 然后沾到这两边 然后出去玩啊 然后去海边玩 都会用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 好 接下来呢 是一瓶发油 大家也知道 头发非常非常干燥 然后这个Loyal 他们家这个发油 也是我超级喜欢的 就是唯一的 就是它的味道 蛮臭的 就是好像是 没有怎么加香精吧 味道是比较天然的那种味道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味道的话 我觉得你要考虑考虑 就你对味道 比较敏感的人的话 但是我觉得这一瓶 真的非常好 就对毛躁的头发 非常有帮助 然后这瓶 每次都是我在头发半干的时候 然后涂眼这个 然后继续吹 或者有的时候 就是头发干的时候 像这样的时候 然后呢 早上起来抹一点 就会让头发变得 非常的柔顺 然后这一瓶 就在Shopper's 买的非常便宜吧 然后很喜欢 这个也是用了很久了 应该用了好几年了 但是它都没有被我用完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蛮值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它真的就是 涂上去就是这种粉粉的 然后好好看这个颜色 嗯 还有一个腮红呢 是Sephora100破颜 换的一个腮红 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之前就是NAS 他们家这个高槽腮红 这个腮红 其实之前 我觉得有点too much 就有点太红了 但是我最近呢 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是夏天嘛 然后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红 也是呈现的一个 比较自然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小腮红 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然后大家如果 最近喜欢腮红 就是考虑腮红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这两款 然后这个应该是 人手一支了吧 我觉得 然后这个呢 就是有点带 金金的这种闪 就有点带偏光的 这种闪的腮红 如果你们大家喜欢这种 带一点点偏光的腮红的话 我觉得这一支 是可以去考虑的 然后这一支 就是比较basic腮红 就是擦上去 粉粉嫩嫩的特别可爱 好 这一次最后一个爱用品呢 7月份最后一个爱用品呢 是Hourglass 他们家这个高光 之前有宝宝说 我的高光 too much嘛 我之前真的很追求 那种特别油光 焕发的那种光光 这样所有人都知道 啊 我这里有出光 然后我擦了高光 但是呢 有宝宝给我提意见嘛 我就细细的去接受 因为有宝宝说 我的高光 too much 所以说我最近呢 就用这一支高光 我觉得就是低调的奢华的 一个高光 色号我会打在下面 然后色号是这个 我怕念错 所以我就不念了 在这里 然后这个高光 真的超级喜欢 它就是非常低调 然后呢 我给你们涂一下 今天我好像没有涂高光 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打在这里 就是淡淡的一道光 然后在太阳底下 非常的好看 也同样非常自然 就不会像那个 Fenty Beauty 或者Mac 他们家的高光 那么的亮 那么的浮夸 然后这支高光 就是似有若无的高光 像你脸上自己带的光泽一样 所以说这款高光 我还蛮喜欢的 比较低调 然后不会让你的脸 那么油的一个高光 所以这个我还蛮喜欢 好 这就是我七月 所有的爱用品 都跟你们分享完了 哦对了 还要说一个爱用品 我突然看到它了 就是这个 这个是泰国的一个 这个去湿气的一个东西 对 这个东西是我在国内的万宁买的 超市买的 应该七神市也有买的 然后这边应该有些 日本的美妆店 或者是这边的一些 那种超市应该也有买 但是我湿气蛮重的 然后我平常睡觉的时候呢 如果就是 我一般都会两周 或者三周做一次吧 这个 这个东西去湿气 我觉得它是有效果的 然后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就贴在脚下 或者贴到你哪里疼的位置 或者你可以贴在脖子上 但我觉得贴在脚下的效果 是最好的 它可以真的把湿气 给吸出来的一个感觉 你就这样一贴 就把这里面有一个 这种去湿包 然后一个粘胶就这样 然后贴在你的脚下 然后睡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 它就会把你的湿气吸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一共带了好多包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还很喜欢 就是一个去湿气的东西 如果你湿气也比较重的话 我比较推荐这个给你们 好 这就是我七月份 喜欢用的所有东西 都给你们分享完了 好 最后呢 就是这个抽奖的东西了 就是如果你们也喜欢 这一盘的话 也想要这一盘的话 我会抽两个宝宝送给你们 然后你们留言 就可以说一下 你最近的心情 然后说一下 你的坐标在哪里 然后就这样 嗯 关注我的Instagram 微博 YouTube 然后按这样这个视频 留言下面 然后你们就可以参加 这个抽奖了 好 那我就这样了 那我就这样 好 那就这样吧 希望你们天天开心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这个视频真的是 说了有点激动啊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爱你们 然后大家就参加抽奖吧 嗯 拜拜 嗯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